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7月29号星期四 郑州地铁的生还者 就是说做了一些叙述 很多人都想知道郑州地铁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生还者讲的一些事情 我想就是说 你就好像你在一个班里都一样 一个班里比如发生了一件事 比如两个学生打起来了 对吧 坐在第一排和坐在第二排的 或者跟两个同学关系不一样的人 讲的可能就是两件事 你懂吧 所以反正他这个 我觉得是一部分 好吧 我们再把我其他的一些观点 反正我听到的一些消息 也会加带在这里边 但是我想就是说 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是百分之我想八九十能够还原 就是说7月20号在郑州地铁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吧 咱们看看 7月20号下午5点 郑州暴雨已经让路面的严重居水 这个人他姓王 他有一个权名 但是我们就不说了 姓王的这位先生 说本来准备就是回不了家了 可能就得在公司过夜了 可是一查地铁 还有一事就想赶地铁 就是说能回家还是回家好 对吧 而且能成这样之后 不知道第二天什么情况 对吧 那么5点多他坐上了地铁 然后坐了7站 到月季工作站 他应该是下车 平常就坐15分钟 差不多就能到了 但是那天地铁先后三次临时停车 而且一次比一次时间长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地铁到在临之前被淹之前 它实际上有三次机会 就是说停运了 但是都没有 而且三次都停来之后都在等 可能在等待一些指示 一些消息什么的 而且然后先是在人民医院站停了 然后在海滩四站前也停了 最后一次是停在海滩四到沙卡路站之间 第三次临时停车 车停下就有大量的水 从门缝里融入了车厢 那这么说 头两次还来得及 第三次应该就是被淹了 就已经融入了车厢 一开始融进来的水还比较轻 后来就都是黄黄的泥水了 他说水融入的特别快 有警觉的乘客马上拿起手机 就开始打119打110报警 但是地铁在两站之间信号特别不好 地铁就是在站台的时候信号好 一到两站之间信号不好 然后后来就发现了司机 列车长刚开始就觉得是一个穿制服的 后来就知道这是司机 是列车长 从前面走了过来 这司机从前面一路往后面走 旁边就有人问他 怎么回事 怎么办 然后这司机就说 说前面走不了了 要把地铁倒回去 所以他从前面的车头那 走到车尾 车尾的地铁好像两头 他到这头来 再开着就可以往回开 就要把地铁倒回去 回到原先那站去 结果走到车尾 后来车子就发动了 可是没有到了多久 没到了几步 只到了一会儿 就倒不动了 这车就会 就好像被水 因为被水泡了 就锁死在了 这个轨道上动不了了 很快就看到司机 从车北再次经过多角车厢 又重新的回到了车头 这时候车厢里的水 就已经从鞋底 能够涨到了脚踝了 脚搏了这儿了 然后等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 这时候水已经淹过小腿了 到了晚上六点多 等于这其中待了一个小时在里边 但是我估计他这也不对 因为他五点多 车上地铁 前面又等了一会儿 所以我估计应该也不到一个小时 差不多不到一个小时 腿就淹到了小腿了 到了六点多的时候 猎蛇掌又一次从前面往后面走 这是来干什么 就在挨个车厢通知 让大家都集中到前面几节车厢去 在这儿我跟你说 以我得到的消息是这样子 他们因为在后面几节车厢 然后利舍长或者司机在前面 前面的时候 在头几节车厢的时候 利舍长就说过 就是说不行就先撤 所以头几节车厢的时候 有人提前已经彻底走了 这个时候事实上已经走了一部分了 但由于他们在前面 离利舍长比较近 能够得到准确的消息 他们这个人应该再稍微靠后一点 靠中间一点 就有点就是说来不及了 他们知道来不及 咱们葬到后看 然后说是由于地势的原因 越后面的车厢越淹得越快 于是所有人都集中到前面几节车厢去了 这是利舍长到后面去通知 但通知的时候 据我后话说 就是说最后一节车厢的时候 通知的是最晚 最后一节车厢有点来不及了 这个人应该还在中间的几节里边 然后急进到前面几节之后 然后又是一段漫长的等待 水从小腿淹过了膝盖 而且最后几节 因为淹得太厉害 据说有人打开了前门 想出去 出去之后被水给冲走了 知道吗 当然这是不同的人的说法 这个人在中间几节 好吧 然后又是一段漫长的等待 水从小腿渐渐的就淹过了膝盖 到了6点40左右 列车长和一个穿的反光背心的 一个防汛的工作人员过来 这个防汛工作人员应该是从 就头一波走了一波了 就进了前面站台 然后从站台那儿的通知 就有防汛工作人员从那儿 从印尼通道就过来了 穿的防汛背心的人员 现在不是车上的 是从那儿过来的 过来都跟列车厢商商量了 叫大家走 一起走 防汛的人告诉大家说 不能再等了 水已经开始倒灌了 我们要马上自救 然后防汛开始教大家出去的时候 从哪儿走怎么走 但实际上就是说前面 头一截的走了几个 但走的不多 前前后大家一条直线 然后人拉着人 一定要拉着手腕 不能拉手 怕松开了 要拉着手腕 或者拉着手腕 谁也别松手 然后这个时候 车厢里的水和外面的水之间 大约已经有40厘米的落差 这个时候就走晚了 头一截车厢 刚开始走的时候出去了之后 水离着应急通道 还有一点距离 等快走出去的时候 这水才淹到应急通道的脚脖子 你知道吗 这是头几个走的 但他们这时候就太晚了 探完之后 车厢里的水和外面水之间 已经有40厘米的落差 所以列车厢开了一扇门 就是最前面驾驶室那扇门 开门的瞬间 水就倒灌进来 因为水比里边的高 倒灌进来的力量很大 最前面的防汛的人 差点没站住被冲倒 后面的人赶紧把它拖住 才没摔倒 然后开始往外面撤离 地铁隧道里有一条应急的疏散通道 大家就手拉手走这条通道 可走了没有20多米 前面就停住了 然后最前面有人喊 快回去 快回去 就说这前面水太大了 已经把这应急通道给淹了 他们在后边人实际上是不知道为什么 走了20米就叫回去 只能做猜测 猜测是大概前面的水太大 把硬移通道淹了 万般无奈之下 大家只好再返回地铁 本来这个时候再走的时候 疏散的太慢了 前面的人就是说 说列车厢就看有的带孩子 就说你带个小孩 赶快你走吧 别在这等着了 你知道吗 后面等着的就来不及了 然后站着没办法 就只能往后车回到地铁 再回到地铁之后 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最前面先回地铁的人 都挤在第一节第二节车厢 后面人就上不了车 再往后的车厢 腌得越来越深 大家都不愿意往后面走 所以列车长和没有上科的乘客 都在那边喊 说再往里走 再往里走走 最后还是几名男士 带头往后面的车厢走 这才让所有人都上个车 等于这样 基本上就是说挤在前三节 或者前四节车厢 所以这个来讲 就是说如果500乘客 都挤在这 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也就是说后面几十车厢 有些人可能是没过来 然后列车长和防训 最后上车 跟着很勉强的 才把打开了驾驶室的门关上 但外面的水 还是不断的往里边灌 因为开了门的原因 加速了车厢内的水液上涨 水已经涨到腰了 而且因为有更多的水 灌入车厢 整个车厢都歪了 地铁是斜着的 而且这个斜还不朝着 硬移通道里边斜 朝硬移通道这边斜 然后车厢里有孕妇 有孩子 体力不好的 已经要站不完 因为车厢斜了 很多乘客拿出手机 打119打110 向外界联系 到了7点多 水慢到了胸口 身高矮的女同志 出现了呼吸困难 就被人扶着 拖到了座位上 站在座位上 这样才能好一点 随着水越涨越高 越来越多的人站到座位上 在后面几节 淹得更快的车厢 水实际上已经淹到了脖子 脖子下面了 到了晚上8点 车厢里断电了 应急灯打开 整个车厢里显得很灰暗 几个人举着手机 还能勉强看到点光 有人开始哭 有人失控大叫 慌乱 这种慌乱 也让更多的氧气被消耗 这时候旁边有个女的 她老公是消防员 说水里也有氧气 可以把衣服在水里浸湿 捂在口鼻上 这样多少还能吸掉点氧气 因为缺氧越来越严重 有人就喊 就说把窗户砸了 让氧气进来 让空气要进来 有人喊 说不能砸 砸了之后 窗外的水灌进来 就更厉害 就淹死了 这个时候就有争论 可是再不砸 根本就不可能再活下去了 所以就有男的开始砸窗 可是找不到破床锤 不知道用什么的来砸 地铁椅子下面有灭火器 有人潜到水里 想把椅子下面的灭火器 取下来砸窗 可是车厢里特别的暗 人也发慌 试了几次都取不下来 最后只能用一把雨伞 去砸这窗户 可是伞就砸不开这窗户 再加上一直泡在水里 又缺氧 体力越来越差 砸窗被水顶到车顶上 他脸冲着车顶 然后只露出嘴巴和鼻子呼气 因为体力不支 人已经有点晕晕乎乎了 旁边有个高个子的大哥 一直用手帮他拖着头 裁上他的头不沉到水里 车厢里此起彼弧 都是那种大口喘气声 很多人因为缺氧 都开始变得有点要昏迷了 突然前面有一个人 不知道这人可能潜下去了 最后终于不知道从哪个座里 拿出来一个灭火器 然后还有体力的人 马上开始拿灭火器砸窗 碰碰碰 所有人都盯着砸窗的点 终于砸了五六分钟之后 玻璃的裂了一个空隆 氧气进来了 这样就真的救了命了 跟着有人把缺氧的人拖到窗口 让他们也能吸上几口气 老人或者小孩也被拖着 拖到脸对着车顶吸气 不久后 刚刚快淹过鼻子的水 好像降了几厘米 十几分钟之后 水又降了十几厘米 这时候最前面车厢的乘客 说是看到了光 说车厢外面有光 救援队来了 这个水就开始慢慢的往下降了 水降了之后 救援队就才过来 水要不降 救援队也过不来 救援队过来了 有人就哭了 因为水位开始下降 越来越多的窗户被砸开 同时最前面驾驶室的门再次打开 救援队失忆从应急通道赶快出去 可是地铁被冲歪了 原来地铁不是竖着的吗 救援队在这儿 你就一步就迈过去了 地铁朝着救援通道的 救援通道在这边往这边歪 这样离救援通道之间就有距离了 然后这时候中间的距离差不多三米远 于是就用这个输水袋做安全绳 一头细带台阶的把手上 一头细带车厢里 乘客就抓着这根安全绳上应急通道走 为了让乘客能平安的上应急通道 救援队员就只能站在洪水里 扶着过去的乘客 水都没过了他们的脖子 大家看到救援队也都看到了希望 有个男的就喊 让老人孕妇孩子先走 所有人都很配合 没有乱没有慌乱的 老人孕妇孩子过去之后是女人走 最后才是男人们 到了九点多 跟着队伍拉着安全绳走到了沙口路站 在地铁的后车站台上 地上躺着几个人正在救治 有人是缺氧的 最后就昏迷了 昏迷之后就泡水里了 有的人是长时间的泡在水里 失温了 失温了之后就冻了 就失温了 那么倒灌的原因是什么 到最后就是说大家分析 为什么水灌到了地铁站里 地铁站应该有防水设施的 它说这样 暴雨冲垮了地铁的出入场线的防水墙 致使大水灌入了正线 说在地上停车场到地下隧道之间 有一道墙是防水墙 是专门挡了水的 防止下雨的时候 水灌进地铁的隧道 但是墙是有严格的质量要求的 但是很显然 它墙的质量不达标 水来的直接就冲垮了 连泡都没泡 有的时候是泡泡泡泡之后再冲就垮了 这个是直接一冲就垮 这墙有问题 按理说 这种墙是有严格的质量要求 就是最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房子 那前两天差不多了 我们去看看那房子 然后我们就跟咱们买房 就跟我们讲过这怎么回事 那些哥们我就说 我说我想要在后院修游泳池 我一把游泳池顶着咱们后院墙修 他说那样不行 他说到时候那修游泳池的人来了之后 他也会跟你说的 你不能那么修 因为你泳池水太沉了 你如果顶着这墙修的话 很容易就把外面 就把你我们不是稍微高一点 就把这墙就压垮了 这水就压到邻居下面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修的话 肯定你离开那儿 差不多得一米多的距离才行 修游泳池的人也有经验 他也会跟你说的 肯定不让你贴墙修 贴墙修太危险 因为这水太沉 是非常沉的 所以你就想 就任何一个施工队的 盖房子的 修游泳池的这些人 都知道这个道理 那么怎么可能 修地铁修防火墙的人 这应该请的是专业人员 对不对 就算他不是专业人员 画图纸的那个 肯定能懂这个道理 对不对 一个修地铁 给地铁画图纸 不可能连这都想不到 对不对 我们随便找一个马路上 找个装修队 来装修游泳池 他都懂这道理 都知道水太沉 你不能贴着墙修 你就想想 怎么会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 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明明知道 这是防水的墙 水有那么沉 那你为什么薄薄的 修了这么一道墙 那有个屁用 水一来直接就垮了 根本就没有挡头 直接就灌进来了 所以到了20号晚上 水一来 这道防火墙直接垮 水从这里 就源源不断的 灌入了地铁的正线的隧道 那地铁的运用单位 更扯淡 并没有在防水墙附近的 安排人员看守 或者设置了 监控探头 也就是说 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防水墙完全垮了 水已经进来了 那按理说 这个墙一垮 水一进来 就应该马上就要停运了 最起码这个站就要停运了 但是并没有 完全不知道 所以呢 就是说 没有人也不知道 那就只能进来了 那然后呢 就是这样子 为了省电 这个地铁修的都是 站台比较高 隧道比较低 当然这个呢 是所有都一样 纽约的地铁呢 也如此 哪儿的地铁都一样 这个呢 不能怪地铁 好不好 那个防水墙质量太糟糕了 那个应该怪他们 但是这个呢 是正常的 就是说 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从这个站出发的时候了 它是朝下的 下坡 方便你呢 就是说省电呢 快速加速 靠着重力 加速 到了这站之后 你又要停吗 停的时候 正好是个上坡 通过这个上坡 让你的速度就下来了 然后大家惯性的 冲一下坡 站着就特别的省资源 所以所有地铁呢 都是站 出站的时候 下坡 快速入站的时候 一个上坡 就上来了 所有地铁呢 都这样 这个道呢 也都正常 所以呢 一般都是两个站台不一样的 光烟中间那点地儿 那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到下巴的时候 就进水里去了 所以呢 发现洪水灌入隧道之后呢 驾驶员 还有一点就是说 驾驶员为什么不直接的 就冲过去 发现有一点水 在最下面这儿嘛 你哗一下冲过去 不就冲到内站去了吗 是这样的 按照这个规章制度啊 水如果没有淹到 没有淹到这个轨道的话呢 就能开到车站 如果水淹过轨道的话 就必须得停车 因为地铁的控制系统 还有接收信号器呢 全部在底盘上 只要淹了之后 一次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就会暴死 暴死在这个 这个轨道上 为了让这地铁呢 不要冲出去 因为担心呢 一旦不暴死呢 一旦一压缩了之后呢 到时候停不下来 这地铁要冲出去之后呢 更危险 所以只要一有问题 就会就暴死了 所以这个地铁呢 最后呢 就是暴死在了这个 这个轨道上 导致呢 就是说没法移动 所以呢 水淹过轨道之后呢 就造成的控制系统受损 所以呢 这种时候呢 就就没有办法 只能停车 停车之后呢 他就想呢 赶快要从后面往回开 但是这个水呢 灌下来了 过来之后呢 导致呢 他上没有开进水里去 他呢 到了一定冲 他有水的 他就停了 停了之后 他往后走 他往后走的这一段水 淹上来了之后呢 把前面那个淹了 导致前面就给 暴死了 他要往后开了 再往回到 倒回那站前 这车不动了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 知道吧 所以呢 如果他能够再快点 快速的跑 在水没上来之前 赶快往后倒的话呢 可能也就出去了 但是呢 就出不去了 反正大意呢 是就是 这么一个意思 那救援队里边呢 要说一下啊 这个回来的救援队里边 实际上 好像就认为是这个 政府派来的救援队 实际上不是了 站台的一些工作人员 然后很多呢 是前面撤离的这些呢 旅客并没有走 第一波走了几个呢 实际上都回来了 也不是说回来了 而是呢 这个出不去 外面下雨呢 特别大 也出不去 都在站台里边 后来过了一会儿呢 说呢 回去呢 救他们 就有一些志愿者 就要你跟着呢 一起去呢 去救人 所以这个里边呢 实际上呢 有一些呢 是这个 是这个志愿者 还有呢 据说有一个医生 他也是第一波呢 出来了 还是个实习医生 第一波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他呢 也留下来了 留下来了 继续呢 这个救人 然后呢 他这个呢 后来这个医院 给他这个 发了这个聘书 直接呢 就是说呢 不要再这个 不用实习了 也不用实用了 直接呢 就正式呢 这个录取了啊 就直接转证了 这个这个 这个实习医生啊 呃 但是这也是应该的 这个医生真的 就是说最后呢 自己没有走 留下来呢 救人 而且呢 忙忙碌碌 在那说 坚持了六个小时 不断的在那个 做各种 这个心脏复苏啊 这种人工呼吸啊 等等的 所以呢 呃 也是不容易 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 呃 那这个人呢 他因为在这个 车辆的中间 所以这是他呢 看到的一个情况 那车辆如果是 在前面人呢 可能就提前呢 就 就先走了 后边人呢 有一些呢 嗯 就是太晚了 可能没 没出来 反正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 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即使呢 他们中间这些呢 躲到前面来呢 也有 也有一些人呢 由于这个水呢 太高了 呃 有一些女生呢 可能是太矮了 然后最后的体力也不支 那刚开始呢 站在座位上 后来站在座位上 也探不出来了 就只能的就 标着 标在外边 虽然水有一定福利吧 但是时间久了 体力不支 可能一晕呢 就沉下去了 那就有人呢 就被呃 淹死了 有的那是因为太冷了 泡在水里特别冷嘛 冷了就是说 室温 室温的昏厥之后呢 再下夜再一夜呢 反正就呃 很多出了很多这种问题 所以呢 就是说呢 有一些志愿者不也是不也是说吗 说这个救人就到最后 真的是不行了 就是说 那个场面太残不忍堵了 就是有的 有的志愿者 最后就就跑了 就走了 实在是不行 就后来上来 一个一居一居都是尸体 然后在心脏复苏 那出来都是血 都是 呃 所以呢 反正这个呢 基本上吧 就是说大意上 8 90%吧 就那天7月20号呢 中秋地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吧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